她是云众最初的执行官,也是今日执行官们的领袖,只会在大场面出现。 至于她的功绩,坦白说我不关心,我效忠的对象是女皇大人。 哼,我曾见过她在战场上的模样,实在是过于强悍了。 或许我的席位太靠后了吧,让她没有留意到我。 哼,但就算今天被她忽视,明天我也会让她看到我的实力。 听说她把不同年龄段的自己切片做成了议题,负责不同的任务。 哼,没办法,我的同僚都是些不太正常的人。 反过来想想,要是某一天我遇见了自己的议题, 哼,肯定得和对方决出真正能活下去的那一个。 虞仁仲执行官的席位是按照实力划分的。 我不明白那个女孩为什么是第三席。 有机会的话,我是想和排在我之前的执行官都比试一遍了。 但总有种不太想和她交手的感觉。 不管怎么说,你也小心一点,我不讨厌有自己打算的人。 毕竟我加入虞仁仲也是为了获得更多争斗的机会。 但这个人我不喜欢。 如果背叛能够获得收益,她会毫不留情地向女皇大人挥剑。 她的眼里只有疯狂。 我不懂什么人情事故,但我知道她是真心想要帮助我的。 她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待家人一样。 哦,说到这个。 东尼亚和托克给我回信的时候,时常提到她送去家里的馅饼和礼物。 在我暂别东都期间,她确实按照约定照顾好了我的家人们。 好像是个埋头研究的人。 我想想,那些机械是不是都跟她有关啊? 总之,仅有几次的见面中,她一副想杀了我的眼神。 可我完全不记得做过什么惹她生气的事。 哦,那个满脑子宏大计划的野心家。 她的那些理论,我半句都听不进去啊。 总之,只要后背资金管勾就好了。 我和她合不来,你是知道的。 如今也不必评价她本人了吧。 对于执行官而言,死期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上。 不过,放心,我是无论如何都会拼尽全力活下去的。 她带着神之心与我们失去了联络, 后面才有了追回那颗心的行动。 我倒是不介意去四处走走。 说不定还能在哪儿和你偶遇。 女皇大人其实很温柔, 但正是因为太温柔了, 所以才不得不变地冷酷。 正是因为梦想和平, 才要向整个世界宣战。 也正是因为她与世界为敌, 我才有机会与你相识。 本来是因为难以摆走走走走。 才能够偷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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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